使用热门高点乐率的话题是本数位教材的风格 语言离不开文化 如果把特别受欢迎的话题看成是华语学习的焦点 文化就成为焦点的时代背景 所以我们将把各课的焦点话题延伸到更深入的文化范围 从各课选出对语言习得更实用的文化线索进行文化之旅 第一课 透过欢迎外国朋友来台湾简单自我介绍的话题下 文化单元当然要介绍一个超级角色 并带大家游历天下 少有兼具沟通与艺术的文字 看看这种文字的字型如何一路演变 第二课台湾哪里好玩 只要提到台湾好玩的地方 就成为新朋友特别有感的话题 加上生动活泼的对话 与老街热闹的声音 清晰的画面油然而生 因此文化单元特别介绍一个台湾传奇 到底是什么传奇呢 第三课师生谈到学中文的话题 有学生听电台广播学中文 也有学生爸妈是华人 希望孩子学好中文 但孩子觉得写汉字太痛苦了 汉字真的很难吗 文化单元将告诉你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汉字秘密 也告诉别人 第四课 在餐厅 只要在餐厅 只要面对美食 无论从哪个国家来台湾 对话都很实用热门 但到底有哪些美食非常不可不能错过呢 文化单元告诉你十大必吃美食 第五课 礼貌 传统华人的礼节已经流传两千多年以上了 是外国朋友可能产生误会或想不透的华人特色 文化单元借着一个故事带大家探访一个古人向往的境界 也许故事里藏着通关秘诀 你想不想一起找找看 第六课 从便宜贵东西的由来等商务话题 文化单元带领大家更深入看现代人如何购物 以及更多的买卖话题 其中慢慢被卖场 电商平台取代的传统市场与夜市 我们利用机会一起瞧瞧热闹去 语文学习像不像作才一般 掌握住刀法 火候 与五味调和 美食就此呈现 对话声词 语法俱行 文化内涵 就像扣华 一开始彼此陌生 但经过相遇 交融 熟视几个阶段后 再回韵 重复 循环 华语能力就在好玩 实用 重复 交错 环环相扣的设计下 不知不觉 往前又踏上一步了 试着想 我们平常怎么看世界 单眼瞧世界 怎么看都是平面世界 对了 关键线索是 打开双眼 看天下 你就看见了立体全貌 文化单元 中文为主 英文为辅 文摆混合 期待带给受众内外兼顾 软硬通吃的进阶机会 Easy Chinese 爱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